邁力打拼 他们都好好奇 怎么达到赖魁口中的4.8万军薪 30天你只休息一天而已 可能要24小时不停的工作 才有可能达到4万8万 距离力争没有错 但多少人敢说出口 有能力的话就会 谁敢跟主管要求 只敢把加薪放心中 PTT网友也调侃 那失业率准备飙高了 我跟老板讲完了 现在再上人力银行 还有人点出高考起薪 也才4.3万 我可以跟院长谈谈吗 他给的数字是一个平均月薪 也就他里面没有 第一个不是中位数 不是最多人拿的月薪 第二个也没有考虑到年龄 你如果真的相信他 大概就是你今天最后一天上班 不过资方力挺赖神 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就说 政府把目光放在平均工资 而非基本工资是正确的 当政府带头创造 利于企业获利的环境 企业自然会让员工分享成章果实 只是赖神余露又添一笔 行政院发言人赶紧澄清 赖魁会提出全国劳工 平均薪资4.8万是善意的 目的是要告诉企业与劳工 分享经济成果 希望大众不要误解 东森财经新闻六支柳子腾台北采访报导